这颗干枯的西兰花可以让死人开口说话 小兰花往里注入灵力和鲜血 使她恢复了生机 随后她带着西兰花跳进了望川河 一番探索后终于找到了仙月尊的元神 原来她是想解开三万年前东方清仓师父的真相 她拿出西兰花刚要施法 东方清仓突然出现阻止 我想问问你父尊 当你为何要那样对你 这事轮不到你吧 我来都来了 你就让我去问问吧 小兰花将花轻轻放下 然后开始施法 不疑惠仙月尊的元神果然化出了人身 你是谁 是你儿子让我来的 青草 仙月尊说三万年前月族内忧外患濒临灭亡 保全月族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天赋异禀的东方清仓炼成夜火 于是她亲手摔坏儿子送的冰破琴 又亲手杀死儿子的亲近之人 因为修炼夜火神功必须要断情绝爱 抽掉万千情思 让他杀了你 是什么意思 那是因为 全死难断 每每死而复生 去重复千年才能彻底 恨了三万年的东方清仓 终于释怀 他的弟弟迅丰因为勾结外族 被施以八十一道天雷 可刚施了三十一道就奄奄一息 东方清仓决定不再做无情之人 余下的 本座替他受 叔叔 你是万斤之取 怎能戴罪受法 他不顾众人劝说 一下脱掉衣服 天雷重重的披在雪白的皮肤上 一旁的迅风默默地流下了泪水 反目成仇的兄弟 在这一刻终于化解了仇恨 小兰花与东方清仓 正式开启了恋爱模式 一切皆大欢喜